军官故意把帽子丢出 紧急让犹太人跑过去捡 然后再拉来三只 让他们把苹果放在头顶 这里是德军的游乐园 在这里可以看到犹太人的各种司法 有时候军官会在他们身后数数 只要数到九号就当场射杀 有的军官则会拿出皮鞭 将犹太人活活鞭打至死 不过偶尔也会大费周章 将犹太人重在地里只探出一个个脑袋 然后用棍棒中狂敲打 甚至还会将昂贵的烈酒 稀血地倒在犹太人头上 紧接套出一只火机 瞬间点燃一团烈火 但为了防止着火的犹太人乱跑 军官最后还得浪费一颗子弹 可犹太人实在太多 就连送去毒气使人道毁灭 也根本消耗不完 所以德军研发出了一款 一氧化碳毒气车 这样能更加高效 更加便捷地处理犹太人 可是第一次使用 却发现设计存在严重缺陷 用于排放一氧化碳的管道 竟然被里面的犹太人给拆了出来 可再把犹太人拉回集中营 不过是一种浪费汽油的行为 因此德军将犹太人放出 打算在野外就地解决 一只狡猾的犹太人 认为现在是逃跑的绝佳机会 可他又怎可能跑得过德军的子弹 在如此绝境之下 许多犹太人都萌生出力加出走的念头 然而德军对此早有准备 他们不仅设有机枪手势可待命 并且集中营外的地里 早已埋下了密密麻麻的地雷 要是侥幸没死 那么他将会成为其他犹太人的榜样 被带到侥幸台上杀机警候 这样的日子 一直持续到1944年盟军登陆诺曼底 彼时的德军以施强弩之末 包装下令销毁所有的犹太人 就算是尸体也要从地里刨出焚烧 可是到如今这个邪恶的种族 依旧是被德军保留了一部分 这究竟是不小心的还是故意的呢 好 好 谢谢观看